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请到了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副社长陈海娟女士 来分享他们社2023年出版的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四本好书 欢迎您 陈社长 李潘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挑的是哪四本 说实话 这四本书我一看就有一种马上要翻开他们的冲动 就是很吸引人 比如说像这本书 我站在风暴中心 您介绍一下这位作者 好的 他本身是一位专业科班出身的摄影师 同时也是纪录片的导演 那他自己就是对气象知识 然后包括尤其是这种强对流风暴 他情有独钟 所以据说他追风摄影的这个纪实 写在了这本书里 他抓下了风暴 那个瞬间的那种变化 对吗 对 有二百多幅 其中有五十多幅都是高清的摄影作品 在这个书当中应该说也把有代表性的一些图片 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和展示 我个人在翻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其中还有一点其实挺打动人的 就是他那种执着和那种勇气 对 对 做的事情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是的 是的 但是他在勇气和智慧并存的情况下 拍出了这么多的好的图片 是的 作者其实是挺让人佩服的 所以这本书是陈社长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本书 第二本是深度关系 从建立信任到彼此成就 其实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是在您今天推荐的书里目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好像很多人都有设恐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们好像很难和他人建立深度的关系 并且让这个关系持续下去 还有您看现在的离婚率多高 是的 是的 这现在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对 怎么能够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深度关系 这是一个重大的就是社会课题我觉得 对 但这本书它的好在哪里 这本书它的内容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有实用价值的 其实研究人系关系的理论是非常多的 其实我们作为读者来说 更多的还是希望它能够解决我们工作或者生活当中的问题 那这本书当中它恰恰在这一点上 我个人认为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因为它其实是脱胎于斯坦福商学院的一门课程 叫人际互动 这门课程它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说是特别受欢迎 所以它在整个的这种工具方法 然后包括场景化的问题解决层面 就帮助了很多人得到了提升 它把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做了一个梳理和归纳 那它在首页其实就给我们附了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出它总结的这个规律 就是关系由浅到深的一个过程 从我们初次见面 然后到不断地去深化 到中间解决冲突 解决纠纷和矛盾 到形成最后的深度关系 它就可以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方法论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适用性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它这个标题叫 面对纠缠不清的问题 就当你的关系这段关系有点纠缠不清了 是的 你怎么办 然后如果你要求这个深度关系 求而不得该怎么办 对 然后如何修复破裂的深度关系 我觉得这个好有用 相信也会给各位朋友带来帮助 好 分享完第二本 咱们再来进入第三本书 第三本书真的是非常感人至深的一本书 叫生命的礼物 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 显然是一本生命教育的书 对 这本书它的作者其实是夫妇两人 他们共同开始创作这本书 因为当时这个夫人已经患了绝症 他们感觉到自己可能来日无多了 所以想为对方留下最后一份生命当中宝贵的礼物 另外也想从他们亲历者的角度 他们自己如何在这段岁月当中去发现认识自己 更好地去优雅地走完生命之路 这段历程记录给大家 这本书能够打动陈舍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 他里面的很多话 读了以后您会觉得 这就是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 是的 你比如说在他的这个封底 引了一段他写的话 这位丈夫 她写的 我清楚地记得 她一再重复 一个对自己的生命毫无遗憾的 87岁老妇人的死 不是悲剧 有个理念 萦绕我心 你活得越充实 便死得越坦然 对我而言 这便是真理 非常的这个打动人 也非常激发人的思考 是的 是的 所以这是这对夫妻 送给我们所有读者的一份生命的礼物 好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套书 了不起的故宫宝贝 那这套书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故宫是我们民族的瑰宝 然后其中就是收藏了大量的 凝结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各种器物 然后这套丛书 它其实就是选取了12种 非常有代表性的故宫宝贝 然后每一个器物它拟人化 就是把这个器物是想象成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来向小朋友们去讲述 这个器物本身所凝结的故事 是这样的一套科普类的少儿读物 它对应了哪些器物 这些器物就基本上都是咱们故宫当中的国宝级的 然后从大的品类上来说 像有这个工具 然后包括有文房四宝 然后还有乐器 然后有医药方面的等等 那可以说就是也涵盖了非常多的这种品类 也帮助小朋友能够多角度的去了解 我们故宫这些国宝 或者说是推广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匠心 其实除了器物之美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做人的道理 李潘老师 您这是有一双慧眼 对 确实是 这标题嘛 是的 比方说这个讲这个艳台的下面有 坦诚相待 有意长存 对 对 对 然后讲这个小红桌就是琴桌 那么它的副标题是 朴实本为玉 探究出真知 您看 还有道理 是的 是的 您观察得非常细致 确实是这样 还有有爱就有家 对 对 对 有爱 然后就这些好的观念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潜移茂化当中 小朋友接受起来是最为妥当的 所以也是通过这套图书的一些阅读 使小朋友就获得这种多方面的一些收获吧 您看 这就是一个有声剧 有声剧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识 就是有声剧和互动卡牌 就是我们的这个 彩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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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也算是对于小朋友们的一个降薪设计 所以就是说看书的同时还可以听剧 对 是 太好了 好的 再次感谢陈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好的四本书 我站在风暴中心 深度关系 生命的礼物 了不起的故宫宝贝之神韵匠心 谢谢您 谢谢李潘老师 谢谢大家 也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一起读好书 明天见